来 我们看一下测题 测题比较奇怪一点 怎么说 他告诉我TANGIN 250度 他告诉我SIDE 250度 求TANGIN 70度 所以说首先我们不管好不好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一件事情 先把SIDE 250度画略角 画略角是想办法和70度有关系 这样行不行 那250度怎么画简 他可以改成180加70 180SIDE 70度 第三线是什么号 负号这样行不行 第三线是什么号 负号 所以说题目说多少 SIDE 250度等K 所以画简照老师可以知道 这负SIDE 70度 也是级K 所以说老师写出来 SIDE 70度是级负K 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很多同学产生一个疑问了 什么疑问老师 这个SIDE怎么会是负的 SIDE 70度应该正的啊 听好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K本身是一个负数 所以SIDE 70度是负负的正对吧 可不可以 所以说你观察一下这怎么算 所以说老师建议你 这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要知道K本身是负的 所以负K整个是正数行不行 好麻烦你要求TANGEN 70度嘛 对不对要求TANGEN 70度嘛 所以说麻烦你用这个SIDE 70度 去把70度的直角三小型画出来 好怎么画 他说SIDE 70度是K嘛 什么叫K 老师建议你这时候应试把起是1分之负K 把这负号和K一定要连在一起 因为这整个才是正数 所以SIDE 70度是1分之负K 从习边开始平平的SIDE 所以说写出来是1分之负K 做B4定理 把这平方 把这平方 把这两个平方相减开根号 所以根号 E减掉K平方 好 洗到这边 听我说TANGEN 70度怎么算 麻烦你 从这斜边开始行不行 平平的SIDE COSI TANGEN 所以说写出来是其根号 E减掉K平方分之负K 这样行不行 这就答案了 这样行不行 可以后 OK到这边麻烦你把它整理一下 OK OK 谢谢观看